当地时间2月28号 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 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受制裁 欧洲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总量下降 欧洲国家去年液化天然气进口量飙升63% 报告称 欧洲国家去年液化气进口量增加660亿立方米 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 此前有媒体披露 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 在对欧出口液化气方面大赚特赚 美国在对欧洲出口液化气的过程中 每艘大型运输船都能赚取上亿美元的暴力收入 受此影响 国际能源署公布的天然气市场分析显示 尽管去年全球天然气销量仅增长5.5% 但是全球液化气销售额却翻了一倍 达到约4500亿美元 美国对欧洲的原油出口量也保持高位 路透社援引商业数据分析公司 科普勒近期公开的数据显示 去年12月 美国对欧洲的原油出口量达到每日约169万桶 达到至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石油巨头同样借机从欧洲薅羊毛 战争财发的盆满钵满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发布的2022年财报显示 该公司去年净利润创下西方石油行业历史新高 为557亿美元 相当于去年每小时净赚630万美元 美国雪佛龙公司去年也以365亿美元的净利润 创下公司历史记录 第四个名字